家裡抬出來 旁邊地板有一隻剪刀 男子迴摘嗜血被抬出自家大門 交入人員趕到時 他脖子大量出血 已經沒有生命跡象 而狠心動手的 既然就是他的大兒子 死者跟刑犯也是一樣 身體都是血 雲灰缸還有剪刀 他剪刀是穿那個走緊動脈 造成大量失血 不致死亡 脖子倆吵到鬧出人命 家也成了命案現場 客廳磁磚幾乎被鮮血染 紅實在出目驚心 而根據了解 衝突導火現是前一晚 父親酒後 懷疑母親有婚外情多次辱罵 凌晨返家後又吵著 要把媽媽趕出家門 兒子看不下去 上前勸架爆發口角 父親再下樓理論 雙方大大出手 兒子拿了客廳的煙灰缸 跟剪刀攻擊父親 但力檢直接刺進警部 父親傷重不治 兒子行凶後坦誠犯行 說自己是一時衝動 很後悔 後悔 不會後悔 當場由他弟弟報警 然後我們到達現場的時候 已經把他進行逮捕 小孩就很乖 晚上都給媽媽到他去 很訝異 因為他老婆很好 兩個小孩很乖 投擔安拳包的男子 就是用剪刀 殺死父親的兇嫌 行凶後他除了後悔 一句話也不說 只要調查 死者家族經營羊肉爐生意 但父親嗜酒 只要喝醉 就對妻子一神一鬼 長情的惡言 暴力相向 讓大兒子疑似不堪 壓力負荷 失控行凶 朋友眼中聽話孝順的兒子 逆倫世父 人倫悲劇難以挽回 家庭也就此破碎 這張照片如小組 拼搏的 中天電視 全新製作 強黨大戲 美好年代